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洋垃圾案件 电葫芦尘埃在巴塞尔公约下 被列为有毒和危险废物 如果没有根据程序处理 将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部长说 环境部是在6月初 接到丹荣伯勒巴斯港口通报 这批进口洋垃圾转运到我国 由于迟迟没有人申领 导致货柜滞留在港口 执法当局即将把这批废料 送回来源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